乔营长 当时那帮土匪很顽固 仗着他们的有利地形 根本就不肯投降 我们陈主任就化妆成土匪 混进匪窝 升起了土匪头子 结果不费一枪一弹 就搅平了一个百十来号人的山头 你要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起来了 去年的军区报上写了一个什么 独闯龙潭一人脚一山 就是他 没错 那就是我们陈主任 乔营长 你的伤怎么样了 老陈啊 这个伤好了 这两天那个 有点 不太对啊 跟你道个歉 你也别这么说 我也说了很多过期的话 我也该向你道歉 以后啊 就别老乔一脑乔一脑的叫我了 怪生分的 叫我老乔或者是虎子都行 行 老乔 我刚才听说你这个独闯龙潭的事 够厉害的呀 别这么说 你这老虎营营长的威名啊 我也早就救养了 哎呀 行了 你们两个就别再互相吹捧了 哎 对对对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做叶猴子的人 叶猴子 你找叶猴子 你认识他 对 这个叶猴子 原名叶志伟 本来是小马山突围头的鱼翼的败把兄弟 因为有一手爬树攀岩的绝活 所以人从外号叶猴子 前几年不知道什么原因离开了小马山 自己在马树沟另一门户 手底下大概有十五六个人 倒是没听说他干过什么打架结实的坏事 就是 打探消息 买卖情报 没错 他就是靠这个挣钱 哎 能不能带我去找到这个人 没问题 之前我莫拍徒贝的情况 去过他的据点 马树沟 好 现在就带我去 哎 伙子 你上个没好呢 哎呀没事 哎大头毛眼镜 哎 这个老乔真是个急性了 走 哎呀 谭叔 谁呀 是我 什么事 温武的密电 你等着 我这就来 男男 我有事要去处理 听话 一会儿你自己走 记住 有什么情况 随时跟我汇报 嗯 你便 无疑到南都 情况顺利 可以很快跟熊猫接通 文武 文武已经到了南都了 路上完顺利 应该很快可以跟熊猫接上头了 如果 熊猫能参与此次行动 我们拿下随波梁 就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 不可大意 这个熊猫的底细 我一点都不了解 才能起多大的作用 我心里真的没底 走一步算一步吧 给文武回电 让他尽快跟熊猫接上头 有什么情况向我汇报 是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本书 这本书最好看 这本书最好看 这本书 你拿着这个 好 再来啊 再来啊 你慢用啊 我现在来一杯峨梅清茶 要双份茶叶 好嘞 双份峨梅清茶 茶来了 客官 你慢用 你是 熊猫 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 资料和证件都在里面 赶紧准备一下 我马上陪你 进军区医院 少爷 那姓乔辣肯定就在里边 熊猫就不信弄过死他 走小路 跟上咱们 走 走 叶猫子就住这儿啊 没错 走 这帮解放军 来把手勾干什么 大城市去找叶猴子他们 叶猴子可知道咱不少事 这要告诉解放军了 怕什么 等一会儿老子把他们全收拾了 老沫 咱们带人到山口那边埋伏 等在上面 走 营长 都搜过了 连鬼影都没有 没人 营长 这边有情况 怎么会这样 看来有人先我们一步了 走 进去看看 是 这场袭击很突然啊 还在打个滑架 而且时间不会很久 就几天 你看 点三连子弹 M1917美式步枪 1917 那不是42年 国民党远征军在印度接受的装备吗 土匪怎么会有 肯定不是土匪 八成是咱们怀疑的那股武装势力 他们想干什么 杀他内口吗 这还用解释吗 这已经印证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叶猴子肯定跟咱们的案子有摸打关系 大头 到 把警理的尸体弄出来 让陈主任看看有没有叶猴子 是 好 大毛 到 把麻鼠钩给我搜个遍 是 眼镜 去这边看看 是 警长 你过来看 就别跟我来 地道吧 下去看看 是 小心 紫片眼镜 营长 这个地道通往同山的树林 营长 这里有个东西 来 记住 是 金条 这就是咱们就的金条 小院长 库家里的尸体没有叶猴子 没有叶猴子 对 这叶猴子跑得还挺快 还 同样 我都疼得早就不足了 老子酒都不痛你痛啥子 马上就到了 来 看到没有呗 毛草屋那边就是 大公 来 那毛草屋那边 这几封去吧 应该没得到 那 那这毛头 我会有代夫吗 确实就想你了 走 现在所有的线索都越来越清晰了 打赤黑子黑枪 瞧我们黄金 袭击土地庙 袭击风灵子 在马蜀钩杀叶猴子 所有的这些事 可能都是一伙人干的 现在只有叶猴子 知道这伙人不吓了 它是唯一的线索 可是做生死不得 我觉得这个叶猴子 应该挺狡猾的 没有那么容易 肯定是走在什么地方 乔院长说的没错 我仔细检查过 除了地道的树林里 有段隙续的血迹 一定是叶猴子 逃广是留下的 那我们现在 就全力去抓叶猴子 老陈 有件事我拜托你 说 你找几个可靠的人 到附近的乡村去查一查 看看有没有人 治疗枪伤的 说不定我们可以顺藤猴瓜 找到叶猴子 你放心 这个交给我吧 啊 没呀 没呀 别 大大哥 站站站一哈 站站一哈 马上就好了 马上就好了 真心一哈 回忆儿子快一点 这怎么办 我摸到了 摸到了 捏住了 捏住了 呃 呃 呃 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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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呃 去 取出来了 他是人不是树 我跟你说 他老是痛死了 老子不给钱 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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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是终的 穿着子弹 我给取出来了 你不给钱是吧 那老子把他摔进去 呃 你要是敢摔回去 老子就把子弹 摔到你老骨头 打 你打 他伤口留着血呢 我还不给他缝伤口 血流动了 他会死的 哪哪哪哪 哪敢 给钱 归儿子 便宜你吗 赶紧给老子捅好 兄弟兄们 老公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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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没事吧 没事 组织报应 是 弟兄们 给我灭了那帮警方军 冲 退回去 快 快 快 还挺快的 少爷 打不过了 再打兄弟都打没了 快跑啊 你到林子里去 快 快动 不过 西方出没了跑 咱们这回不能再封锁他们了 别冲动 树林作战不是咱们的想象 别中了他们的牵手 你放心吧 二毛打出眼镜 到 咱们追 上 小心 快走 小心 终于用同类弹势 D mình 是 有 啊 鑼 走 少爷 打不过 跑不好 先生 快 快 走 少爷 少爷 你信什么 实在保不住了 少爷 好 少爷 咱们这次私自行动 打的就剩俩人了 就二当家的要问起来 我 你慌什么呀 这出了事有我站着呢 你 他关键 这个事我小娘不问 你不许说啊 你听见没有 那行 不说倒是行 你说现在打的就剩俩人了 二当家要是问我 我 你就是说 路上遇见解放军了 都吓好了 怎么行啊 还行 想瞧的 老子不信就弄得死你 走 回山寨去 伙子 你们都没事吧 你看呢 没事 土匪呢 全被我收拾了 看以后 谁还敢惹咱们老虎赢的 看给你能的 走吧 走走 徐教授啊 今天终于把您判来了 欢迎欢迎了 古国刚解放 我们这些海外学者啊 太晚了早点 回国尽一份力呢 欢迎欢迎欢迎 咱们军区医院刚刚成立不久 急需像您这样的医学专家 能够尽快的展开 救死扶伤的工作啊 这位是 哦 忘了介绍 这位是我的学术研究助手 司马兴邦协 好 欢迎欢迎 你好司马同志 嗯 徐教授 我先安排你们休息几天吧 哎 那就不用了 我们回来啊 不是来过收复日子的 我现在啊 就想尽快的进医院开始工作 好好好 就听您的 我这就去帮您办 入职手续 嗯 那咱们走 好 那边请 请 陈总 难度来电 一切顺利 共产党没有查决 温武已经混进了医院 他们会尽快的绑出随武量 嗯 行了 你也准备一下 接应他们 上黑煞山 陈总 这黑煞山真是山势险峻 名不虚传啊 那当然 黑煞山就是倚仗着这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险峻山势 才能够积蓄力量 成为大梁山最大的一股势力 这里的确是我们建立基地的不二选择 陈总真是深思熟虑 有远见哪 陈总 咱们好像到了 什么人 我是黑煞山的朋友 老朋友 老朋友 你到底是谁 龙振海 龙振海 什么龙振海 没听说过 放肆 跟谁说话呢 上山问问你们大当家的 赤金彪 他知道 嘴巴还挺硬的 他已经想要你 归 Monate 老子 我站在一起 别人 לפ 他们起来 是吗 大仗家 虽说解放军打了我们儿子黑枪 可是黑的也杀光了金融寨的人 这两件事就算是扯平了 咱没必要跟他再纠缠下去 夫人 你怕什么呀 不服就让他们来 我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 那怎么能行 咱先不说解放军吃掉我们 就算人家不打 在这山门口摆上几门大炮 咱们就得憋死在这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咱们牵把后人的军心就得乱套 此口恶气如若不出 咱们黑沙山从此就要为名扫地呀 你就是要打打杀杀 对付他们得用用脑子 怎么说 夫人你已经找到罪侧了 时间还没到 到了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报 报 到当家了 二当家了 山下有个自称龙正海的人求见 龙正海 一定是我龙先帝来了 夫人 走 快下山去迎接 哎呀 你着什么急呀 夫人 怎么了 龙正海可是我的败马兄弟呀 他来黑沙山我哪有不亲自迎接之礼呀 死一时比一时 今天他来 我看不是叙旧那么简单的 一定还有其他的目的 其他目的 你要想见他也是可以的 但是首先在姿态上不能逼他一头 你是他大哥 不能处处都对他那么谦卑 可龙先帝已经到了山下 咱们不能干坐着 会不会显得咱们黑沙山太没礼数了 你放心 一切由我安排 这既不能让他们挑出来说我们有失礼数 也不能失问你这大当家的身份 夫人 你什么意思 黑子 嗯 你下山去接龙正海 哎 记住 你一定要热情 嗯 放心吧小娘 阿牧 去迎客 龙叔 贤侄 龙叔 我说你终于来了 你爹呢 啊 我爹听说你要来呀 在里面准备酒宴呢 说今天晚上要好好跟你喝酒呢 啊 好 龙叔 请 请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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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这黑沙山还真是机关重重 像迷宫一样 要是没有向导 外人想进山 那比登天还难 爹 小娘 楼叔到了 楼贤弟 大哥 兄弟 这是想死哥哥了 这么多年没见 还是那么精神 大哥也是别来无恙 你看嫂子 还是风韵依旧 精气逼人 瞧你 这么多年不见 还是那么会说话 小弟 快随我进去吧 酒都给你准备好了 走 走走走 你来的真是太好了 兄小姐 我听说你是重庆医科学校毕业的 嗯 那你为什么不留在大城市 跑到雪云谷这个小镇来呢 我爹年纪大了 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女儿 所以我要回来照顾她 况且雪云谷的医疗条件 实在是太简陋了 我也想开一家诊所 为父老乡亲们做一点事情 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看你说的 我看咱们优势的人手也不够 如果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也可以过来帮帮忙 照顾照顾你 你能来太好了 如果我再来找你 邱萍姐不会不高兴吧 不会啊 我们是工作关系 乔营长说的这个我们 是指你跟邱萍姐 还是指你跟我 我们啊 都是 陈主任 陈主任 丁丁 看到陈主任了吗 没看到啊 怎么了 我们找到叶猴子了 找到叶猴子了 嗯 熊小姐 你先坐会儿 我出去一下 你的伤 没事 找到了 对 找到了 他在哪 他在眉城 找到叶猴子了 对 找到了 在哪呢 他在眉城 找了个杀猪的 给他兄弟猫娃子治疗枪伤 啥 找了个杀猪的 对 行了 别再终结这些问题了 赶紧去看看吧 对 走走走 诶 乔院长 你的伤还没好 你就别去了 不好了啊 乔山火同志 你的伤还没有养好 请你安静养伤 再说了 熊小姐还在屋里等你呢 你继续聊吧 陈主任 我们走 好 诶 我说你这 放心吧 我们很快就回来 你在家里老实的待着 借红侠音 我请你一杯 大哥请问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参谋长 曹子文 见过大当家的 见过二当家的 来 喝酒 喝 来 干 龙叔 倒酒 吃菜 曾兄弟 我知道 你一直在为国君笑领 可是 现在这天下 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你们的队伍 不是撤到台湾 就是逃到缅甸 你这次回大梁山 又为了何事啊 哎呀 说起来让人心寒呢 想我龙振海 跟随党国 南征北战 东伐西沙 我承想这战情 是每况愈下 只不 我的长官 陈梦熙 去年在乐山 降了顾 大哥是了解我的 我这么多年 跟着党国 忠心不二啊 嗯 我怎么可能 跟着他一块 背叛党国呢 一气之下 索性带着几个旧部下 离开了部队 继承了我父亲的产业 现在 所在药材买卖 可是我听说 这共产党 对投诚的国君 还是很宽厚的 龙贤弟就没想去 接触接触 也许 没有个好出路呢 部门大哥大嫂 我何曾不想要一个好出路啊 可是 怎么了 大哥 我是担心 他们只是 劝祥的时候 说的好听 答应你的条件 什么不计前嫌 封官次决呀 只要你交出武器 马上翻脸不认证 到时候咱们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呀 对 对啊 是这么个理啊 爹 咱就不能信他们的话 一旦咱接受了改变 那就是死路一条 不如 就跟他们斗到底 黑子 这难以你说话的范儿 是不是这个人 就是他 就是他 来的时候还带着小兄弟一起来的 你知不知道他们是土匪 我哪知道他是啥人啊 那小兄弟来的时候 那腿上都写乎乎的 看 看着太可怜了 还是我帮他 把腿上的子弹取出来的 子弹 对 对 就是这个 这 长官 我就是一个杀猪的 我哪会给人看病啊 是那小子拿枪逼着我的 再说 他给钱 我就做了 这位老乡 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 他给了你多少钱 他没给我钱 给了我跟金条 金条在哪 拿出来 长官 我给了他 我给了他 他给我些钱 也是应该的嘛 老乡 这个你拿着 就当是给你的酬劳 但是我告诉你 那根金条 是他们抢劫国家的 是脏物 你不能养 我当赃物是违法的 你自己接量着吧 那小子 贼口门 他给我的时候 还想 还想把他咬一半去呢 这两个人 现在在哪 那小兄弟伤得可不轻 应该走不远 对了 我好像听他们说 要去温香楼 温香楼 我们走 好 不知道大哥 听没听说过 李国辉将军 现在在缅甸 已经组织了一支 反共副国军 现在整装待发 就等委员长一声令下 他们就要卷土重来 攻占大西南呢 你是说 国军想要反攻大西南 咱们在这个地方 建立一支大梁山同盟军 你当总司令 咱们利用大梁山的 有力地形 和共产党 打游击 等委员长 反攻大陆的时候 咱们来一个 理应外合 一举揭秘共产党 到时候 咱们就都是 党国的功臣了 全土无量了 楼前帝 这委员长能不能攻进城 这事咱先不说 如果他能成功 对我们来说 也未必是件好事 这国军得势的时候 不是也整天喊着 要剿匪吗 也清剿了我们十几年 现在他们把江山给丢了 又想利用我们替他们卖命 我们黑沙山 也不是那么容易 给人摆布的